当普京提出停战36小时之后,泽连斯基拒绝了。拜登则直言,俄罗斯是想获得喘息的机会。在看到乌克兰军队利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给乌东部作战的俄军制造重大伤亡后,美国马上追着下狠手,向乌克兰再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可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迄今为止数额最大的一次军援。更为关键的是,美国这次给出了以往都没有给的武器,由反坦克兼兵支撑的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而且美国还和法国德国作出协调。这两个欧洲大国也打破先例,开始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或装甲车。 2023年,乌克兰战场对俄罗斯而言可能更艰难。而俄乌冲突一旦令莫斯科走向败局。那么这将是俄罗斯最难熬的一年。 一、美国首次提供坦克杀手。白宫1月6日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3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 最开始白宫女发言人卡林还颇有些保密,声称这项援助的细节,将在晚些时候,由五角大楼提供。但是其中肯定包括装甲步兵战车和运兵车,以及新一批大口径榴弹炮。 这其实点出了在供应乌克兰武器方面。美国又做出了一个突破。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是乌克兰方面期待已久的。这是一种重型装甲战斗车辆,防护装甲非常好。一般的炮弹都难打穿。 而且除了可以独立作战之外,也可协同坦克作战。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布拉德利步兵战车都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 尤其是在面对伊拉克的前苏联生产的主战坦克时,布拉德利步兵战车一点都不处于下风。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在海湾战争中就已经文明世界。 为什么他不惧怕一般的主战坦克?首先该车配备的热红外成像仪。探测距离和远距离目标识别能力,都要比但是部署在战场上的主战坦克要强。 因此他在多数时间里会先敌发现目标,并为本方部队提供准确位置,帮助完成对敌方坦克的击杀。其次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比一般的主战坦克行进速度要快得多。 在机动性更强的情况下,在配上布拉德利步兵战车配备的反坦克导弹,就可以对对方的主战坦克形成致命威胁。 第三是炮塔上配备的25毫米炼炮,威力也不容小事。这款炼炮如果配合着贫油弹使用,杀伤力非常强。 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军队的坦克,在这种快速射击,面前也扛不住。 为了强化步战车的反装甲能力,美军为其配备了陶氏反坦克导弹,最多可携带七发导弹。 无怪乎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表示,布拉德利步战车虽然不是坦克,但它是真正的坦克杀手。 所以这种武器将在战场上,能很大程度上帮助到乌克兰军队,在阵地战中与俄军的坦克及装甲车厮杀。 现在,俄军,及青俄武装,在坦克,与装甲车,同样比较缺乏。 前期,乌军利用美英等国提供的反坦克导弹和地雷,杀伤了不少俄军的坦克及装甲车。 所以造成俄军的地面部队难以快速推进,目前只能依靠炮火固守。 二,法德打破红线,开始群殴俄罗斯。 从五角大楼公布的具体内容看,除了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外,这次美国还将为乌克兰提供 155毫米口径、流炮炮弹和反坦克导弹等其他武器。 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将获得50辆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且配备有5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25万发25毫米炼炮炮弹。 这些车辆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 在几乎所有天气条件和地形下的复杂机动能力, 特别是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作战中。 这一次的军援计划还包括增加100辆乌克兰已经在使用的装甲运兵车、 55辆防雷车、138辆汉马车、18门155毫米口径自行榴弹炮和36门105毫米牵引式榴弹炮。 这次美国的军事援助还包含更多的弹药支持, 包括9万发105毫米口径炮弹和7万发155毫米口径炮弹, 以及500发精确导引155毫米口径炮弹。 其他军援物资包括地对空导弹、反车辆地雷、 更多的海马斯火箭炮所采用的火箭弹、支持车辆、 迫击炮和小武器弹药等等, 还包括2.25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外国军事资助。 以建设乌克兰军队的长期能力和现代化, 开战迄今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乌军事援助。 美国人的意图也非常赤裸裸, 那就是趁你病要你命。 美国政府还不是光自己打破先例, 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步兵战车。 而且拜登还给舒尔茨打电话, 展开协调同步行动。 德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黄鼠狼式步兵战车, 但没有说明具体型号。 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 将于2023年第一季度, 从德国库存中交付给乌克兰。 德国一改过去, 不愿意提供地面主力作战武器的姿态。 是否意味着德国也觉得。 现在已经到了决定俄乌冲突胜负的关键时刻。 德国都有所行动了。 一直将自己视为欧洲领头羊的法国, 当然不会落后。 马克龙6日告诉泽连斯基, 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轮式反坦克突击车。 有西方媒体称, 这也是欧洲国家中 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的。 德国副总理哈贝克在访问挪威期间则透露说, 正在讨论是否有必要迅速决定提供主战坦克。 而法国和美国的决定和思考, 肯定会影响德国的辩论。 迄今为止, 舒尔茨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 他认为盟国也没有这样做, 德国不会单独行动。 但现在法国已经提供全副武装的轻型坦克。 美国也开始提供步兵战车。 德国国内要求提供战斗武器的声音立即高涨。 德国社民党内一位人士向明镜周刊表示, 在法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后, 现在可以协调下一步的支持, 德国应该采取主动。 因为进一步的援助, 需要预先培训和供应链的建设。 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发出评论称, 不要小看法国此举。 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成为第一个宣布, 向基辅运送西方装甲战车的国家。 一条红线被逾越, 一个军事禁忌被打破, 还是由那个最不可能的国家。 三、最后时刻, 普京的底牌。 就在普京表示, 在乌克兰整个交火的实行停火后, 拜登对停火呼吁回应说, 我看是俄罗斯想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时间。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则表示, 俄军必须离开占领的土地, 满足这个条件之后再谈是否休战。 显然美国认为, 现在, 如果能够帮乌克兰加大在战场上的进攻能力, 俄乌冲突的胜负很可能就会进一步明朗。 值得注意的是, 乌克兰军方在6日当天宣称, 1月5日大约歼灭800名俄军, 而且多半是在乌东部顿涅茨克州。 美国现在采取了多种方式, 加强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 第一, 是宣布对伊朗航空和国防部门实施新的制裁。 原因是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 用来轰炸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 华盛顿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切断俄罗斯, 从伊朗获取自杀式无人机的渠道, 令俄军对乌克兰的空中破坏力下降。 第二是给乌军再打一针兴奋剂。 本来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冬季, 战场上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俄乌之间的战事也陷入僵持阶段。 双方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激烈的交火, 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拖的状态。 而这次, 美国向乌方提供迄今为止最大的援助计划, 一下子又点燃了乌克兰方面的激情。 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发文感谢拜登, 乌军将拥有更多的武器、 设备、炮弹和防御系统, 对战争升级拥有更多准备。 他还说与美国人民一起, 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共同的胜利。 第三是拉德国, 法国向乌克兰提供装甲车和轻型坦克, 成功地在欧洲内部发挥了鲜鱼效应。 如今看看乌军的装备, 已经变成了一支北约武装。 对于美法德等国的供应装甲战车等武器举动, 俄方此前, 已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出召会。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 任何包含乌克兰武器的物资, 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俄罗斯外交部也曾表示, 北约国家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在玩火。 俄罗斯将于2023年部署首批新一代, 紧击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也许这就是俄罗斯对付西方维欧的最大王牌。 小狗士拍摄様子。 俄罗斯外交部也说两集体gent、 俄罗斯外遇。 俄罗斯該阻佛夫尼尔马特重型格、